6月5号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租房提取业务的通知 据悉 今后本市在京缴存的多子女家庭可按实际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受月缴存额限制 此外 无发票租房提取公积金的额度也由1500元调整为2000元 通知规定 租房提取公积金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申请人及配偶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 二是申请人已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三个月含以上 据介绍 申请人如果不提供租房发票 每人每月提取额由1500元调整为2000元 如提供租房发票元件 申请人可按实际月租金提取 实际租金超过月缴存额的 按月缴存额全额提取 我们这个新政有三方面的主要调整 一方面是无房租房提取的额度由1500元提升到了2000元 第二个是对租住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家庭 全部可以按照实际的月租金来强额提取 第三方面是对有多子女的家庭提供支持 也是可以按照实际月租金来强额提取 据介绍 如之前已办理无发票租房提取 新政发布后 提取额度将在下次支付时自动调整 按月提取的从1500元自动调整为2000元 按季度提取的从4500元自动调整为6000元 现在每个月提取公斤可以达到2000 可以减轻自己的生活压力 自己的负担能小一些 新政还对多子女家庭提供支持 符合条件的多子女家庭 可按实际月租金提取 不受月缴存额限制 对于多子女的认定呢 我们比较简单 就只要你们家里的孩子有两个 包括两个以上的 就可以认定为多子女家庭 他只要提供他孩子的出生证明就可以了 我们也跟相关的部门啊 进行那个大数据的联网 通过数据核验就可以办结 蒋然指出 多子女家庭还需要满足至少有一名子女未满18岁 他介绍 目前北京的租房提取公斤金业务 以实现全职网办 申请人可使用租房公斤金个人网上业务平台 北京公斤金APP或京东小程序线上申请